李嘉我不知道你还发现没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春晚的舞台不断地变迁 唯一不变就是周围老师这个容貌好像没太大变化 是吗 不会 真的 这都二十多年了 但是这个头发是真的 很多朋友们都经常说你头发是做的吧 我说这要调染成这样给多少钱啊 我说这不会那样的 我就是真白了 真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编导我们这编导太坏了 怎么了 那又整理出一个小片 这个小片要一看 就有点颠覆您刚刚说的那些形象了 是吗 我们来看看 一千五生鞋 万里四母乡 在黎明之前把思念留在地平线 在思念之间让分离变成一瞬间 能让我和你不用说再见 在宵夜里 我看见你 慢慢走延 别动 洗完手再摸 刚洗的 你用什么洗的 要用我这个 你是啥呀 这是我自己配的洗手液 啥液 去屋能力超强 而且不伤手 关键是洗过以后 会留下淡淡的余香 你这是怎么配的 我也想配几瓶去 对不起 这是我独家秘方 不过 如果你喜欢 可以拿一瓶去试一试 谢谢啊 还有这个 你这瓶也是洗手的吗 这是洗头发的 洗发护发合二为一 而且还有去屑功能 太颠覆了 你知道吗 我也是最近 我们整理资料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是周围老师演的 评估一点 对 咱先倒着聊吧 倒着聊 这当初怎么接受了这么一个角色 你们还记得 原来我们空军电视中心 有一个情景电视剧叫 吹石班的故事 对 没错 那个导演叫上镜 当时严妮啊 什么这个谁啊 杀艺 杀艺这都是年轻的 这个空军的演员 根本不是现在这么大的腕 后来呢 我们就都不理解 他为什么搞这么一个 这什么呀 这是一个 说武侠不武侠 说喜剧不喜剧的 而想象不出来 就是军旅人做的 对呀 在平谷的山里边 就是拍这些事 后来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来啊你来 我说不行 我这边演是戏呢 去不了 他说你咋把演一集也行啊 我说演一集也行 我说咱们查空吧 实际上也不知道演啥 然后呢 就从山东就赶回 那北京就回平谷了 从北京站到平谷 还得开三个多小时 进了山上 进门就给你刷妆 我说这要干嘛 演什么呀 他说你甭管了演吧 你弄头套 然后能够让我穿着衣服 我说这怎么有点 女了女气的 他说就这一种 您还挺敏感 你现在头发都那样 还打得柳 我说这演什么呀 因为情景欲的拍摄吧 然后给对本子 他说几个特点 一个是呢 比较有洁癖 一个是有点娘 第三个是武林高手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特点 他说那就演吧 我说心里话 当时拍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个戏 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心里话 因为很不屑 就说这是个啥吗 这是个闹剧吗 这是啥 你知道吗 然后那些人我也不认识 说不是现在 说大腕 这些人都是年轻的 空军的演员 就是反正组织的忙着演 我也不认识 后来这个武林外传 突然间 播以后就别人说 你们看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突然间这个就火了 我这上镜可以 吹石斑撞了一次 再又撞了一次 大火这个 比那还火 这后来才有了杀艺 才有了这个 摇残的 严妮这些 从那开始 这些个瓦尔们才起来 有幸自己参与的 其中的一集 所以刚才以为 这平衡一点红 深入人心 他弹幕吗 平衡一点红 所以说就是 无意当中参与的一个戏 说实话 真要知道 这个戏能这么火 那戏就不拍了 我肯定贫苦 跟他们拍这个了 是吧 对对对 这谁也不能 预料到的事情 不过那天 我们看这个时候 真的笑喷了 没有想到 对对对